上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 我们今天称这个节日叫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 那个名字很长 表面看来就不及我们传统讲基督君王节 那么简洁 但是教会今天用一个这样的名字 仔细反省下 这个选择是好的 所以今天我就想用这个节日的名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普世君王作为主题 与大家一起做反省 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正如圣保禄所说 是耶稣是主 如果没有圣神推动 没有人 可以说耶稣是主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 旧约的时代 当然耶稣没降生 那时候以色列人 就相信 亚威是主 就是说天主是他们的救主 他们从他们的历史上面 就看到这一点 天主怎样拯救 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四十年在抗野里面 怎样保护他们 甚至帮助他们 进入福地 将原来的外邦人 赶走 如果没有上主天主的话 以色列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抵抗 那么多强大的敌人 所以以色列一直以来 都认为 雅威是主 是他 拯救 才有他们的今天 不过当他们 建立了 王国之后 就不懂得感恩 屡次犯罪 甚至离弃他们的天主去拜偶像 结果得到 亡国的报应 先在北国以色列 后来到南国又大 今天第一篇读经 厄仙克尔先知 就是写在 亡国冲军的时代 先知就说 虽然 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了国家 但天主 仍然是没有 舍弃他的选民 他好像牧人一样 去寻找 失散的药 领袖可以失职 导致亡国 但天主 不会舍弃的 那些失落的 迷路的 受伤的 病药的 上主 作为牧者 都会特别照顾他们 这段 圣经也说 上主会在绵羊和山羊之间 施行审判 大概的意思是 山羊不是很听话的羊 就将它 指着 当日的当权的人来说 而绵羊 通常是 性格比较 温顺 代表着一般的老百姓 所以 天主会指斥那些当权的人 他们失职 但是 他会拯救 弱小的 这些 绵羊 山羊 这个形象 就成为我们今天福音 耶稣最后审判 所说的比喻的形象 唱语的 又是圣语二十三 这篇圣语正正是 带出 天主是救主 为以色列人带来最大的安慰的一首诗 因为 上主是他们的牧者 他为困苦的以色列人 带来终极的安慰 他们将住在上主的殿内 直至柔缘的时日 第二篇《读经》来自格林多人前书 这是格前十五章 格前十五章全章都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 反反复复 讲复活的重要 这段圣经今天这一段 是讲 耶稣是救主最好的证明 因为说耶稣是主 什么意思呢 圣不禄就很具体地去讲 耶稣基督 就是拯救我们离开罪恶 祂救我离开罪恶 不单止是这样 因为罪恶的结果 就是死亡 当日 创世纪 天主是对 阿当说 不要吃 芝士恶树上的果子 那一天你吃了 你们必定要死 所以 死亡是罪恶的结果 现在耶稣基督不单止拯救人 离开罪恶 也都拯救人 离开死亡 里面所说的 率领者 掌权者 大能者 这些 是指着 世间反对基督的种种的势力 不但包括政治的势力 也都包括一些来自宗教的势力 这些人 可以磨难基督徒 甚至使得他们 死了 但是 就不可以再做些什么 基督的复活 就是彻底 击败他们 而最后的仇敌 就是死亡 死亡 因为基督的复活的缘故 被击败 所以 复活 才是终极的答案 今天的福音 来自 《马逗福音》 讲最后审判的比喻 如果上面的读经 带出 耶稣是主 他拯救人 离开罪恶 和死亡 而今天这个最后审判的比喻 就能够带出 耶稣是以爱去拯救 以爱去战胜罪恶 以爱去作审判 他不单只是基督徒的军王 他是所有人的军王 只要你有爱 你就属于耶稣基督 所以 今天的 占礼 称作 普世军王 就是指出 他不单只是基督徒的军王 是普世 是所有人的军王 这个最后审判的比喻 有时 有人看到之后 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他们往往把注意力 放在 懲罚上面 耶稣 在这个比喻里面说 可就骂的 离开我 到那些魔鬼 和他的使者 预备的 永火里去 这句说话 2000年来 无数的讲道者 用了这几句话 就形成一套 地狱 恐吓的灵修 把耶稣作为救主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也似乎忘记了 而将他看成是审判者 惩罚者 惩罚者 使得我们的福音 六种爱的对象 来说 包括 饥饿的 口渴的 作客 赤身露体 患病 坐牢 这六种人 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做了这些事的时候 是六种善行 再加上 最后一个 以色列人很喜欢用七 去表示圆满 第七个善行 就是埋葬死人 今天耶稣 用了六个去说 这些人 会得到天主的祝福 而耶稣 肯定这个传统 答应 做这些善行的人 必定会获得 天国的赏报 只要人 全心全意 为这六种人服务 耶稣就当你 为他服务 即使做的人 不意识得到 自己是为耶稣去做 教中方制国 也都很喜欢用这个 比喻 但是用它 积极的部分 不是恐吓的部分 积极的部分 让人们看到 原来 有些很清晰的途径 去天国的 就是这六种善行 爱德的服务 好 还有我们反省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今天节日的名字 是 我们的主 我们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 但是 他更是 我们的主 就是说 不只是基督徒 信耶稣基督的人 耶稣是主 是离二年最后一个星期了 是时候检讨自己一年的机会 不妨问一下 我们今天 福音带出的信息 我自己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记得 只要有爱心 即使你做的时候 没有意识得到 为耶稣做 但是 慈悲的主 当你是为祂做 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亲友 是一些冷淡的亲友 即是说 很多时候做父母的 最担心就是 子女 大了 都不肯跟自己去圣堂了 所以很多时候 父母是很担忧 我的说话就是往往是这样 你 叫祂跟你去圣堂 祂又不肯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 你可以叫祂做 叫祂做一个善良的人 叫祂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我想你的子女 怎样都好 不会say no 你的子女都说 做善良的人 都是一件好事 有爱心 去为别人服务 所以 这个是今天圣经给到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示 多些鼓励人 去行外德 特别是关顾 弱小的人 他们能够在 不知不觉当中 为耶稣做了 耶稣 我们相信慈悲的主 会同样地 拯救他们 因为 祂是 所有 有爱心的人 的救主 恩父及子及圣神 是命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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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